而另外最新消息来看 印度东北部一座跨恒河的大桥 日前金船在施工的时候崩塌 瞬间断成好几节掉入河中 而提供给您的画面上可以看到 部分桥体泡在恒河当中 只剩下部分支柱还留着 而这座四线道桥梁 是连接比哈省南北的重要路线 耗资将近台币65亿元打造 而这已经是这座桥梁 14个月内第二度断裂 去年因为风暴风雨而坍塌 目前相关单位正在调查 究竟是施工出差错 还是道路存在结构性的问题 然而从2014年开始动工至今 迟迟都没有完成 现在居然还频频出包 所以这也让部分政党人士痛批 简直是一座贪腐桥梁 而提供给您的这个是 印度东北部跨恒河大桥 崩塌的瞬间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